1月20日,香港特区政府实务及卫生局局长陈兆史就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群组个案的最新情况及防控措施举行记者会 他表示,特区政府将实施三方面措施,为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做好充足准备 其中一项措施是从1月21日开始,所有香港来回武汉航班上的乘客需要填写健康申报表 陈兆史表示,截至1月20日上午8时,香港目前没有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的确诊病例,怀疑个案为106宗 香港特区政府卫生署、香港医院管理局都做好准备,持续监测怀疑个案,并为未来可能出现的确诊个案做好应对准备 未来传入香港的可能性,我们不能轻视 所以我们绝不可以调以轻心,必须做好准备,香港随时会出现第一个确诊个案的一个情况 陈兆史指出,特区政府将实施三方面措施 加强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的防控工作 首先是加强对怀疑个案的监测 监测所有曾经到访湖北城的人士和所有曾经到访内地医院的人士 其次是所有香港来回武汉航班上的乘客将要填写健康申报表 不合作旅客最高被罚款5000港元,即监禁6个月 最后是香港公立医院加强应变措施 包括提供足够的隔离病床、防护设备等 我们一些措施会有三个重点 第一就是加强对怀疑个案的监测 第二就是健康申报表 第三就是公立医院的应变措施 卫生署都会在明天开始将于在武汉来回航班 实施旅客健康申报表的制度 要求所有由武汉乘坐飞机来香港的旅客填写和提交健康申报表 香港特区政府卫生署署长陈翰已补充到 不单是香港国际机场 所有由武汉入口香港的港口都已设置体温监测仪 加强入境人士的体温筛查 特区政府当日早上曾召开紧急会议 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亲自出席会议听取汇报 表示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炎症以待 会继续监测个案 并与世界卫生组织联络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